老花眼就戴在頭上 就把我整個老花眼就截在你頭上 我以前愛喝焦糖馬七朵 現在改成那個美式黑咖啡 因為為了健康嘛 有一句話叫做 當你懂得咖啡的美味 代表你老了 真的 喜歡我們這一期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準時 收看到我們每一期的影片 馬上通知你 你是內心會覺得自己 比方說就是眼睛 各方面就會慢慢的衰老 可是我外表就是告訴自己 我要把自己hold住 因為我們畢竟是走演藝圈 然後我的先生比我小三歲 生了小孩以後 就在家裡穿睡衣喂奶 那時候我才三十幾歲 然後我就是會去買菜市場的 那種五十塊一件的背心 因為我覺得不重要了 可是我曾經以前是 八點檔的女主角 就是落差太大 我們那時候一起落軍 你那個裙子多短 裴姨姐去落軍 軍中情人 真的假的 她是 因為很多媽媽就在家裡 隨便穿個運動褲 就陪著起來去 對 就會習慣 就完全不打扮 就變了一個 變成真的是大媽 那很多媽媽就是眼裡覺得 那就是幸福吧 孩子帶好 老公你應該還是 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後來我現在就開始會 打扮自己 然後保養自己 但是這一次 因為我跟寇視訓寇大哥 拍八點檔嘛 然後因為一整天全部都是 拍我們家裡的戲 那個腦力 因為馮凱鋒導演 有時候會臨時瞎什麼 會把那個對調 那每一場都是我的時候 除了你外型要好以外 你還要有一個腦筋很活的 講什麼聽進去 馬上要演出來 而且是講完以後 機器架了以後就來 我們是雙機 就是我會拿筆 戴老花眼 再擠 導演就問我 佩穎你幾歲 我說我五十八 可是寇哥跟馮凱鋒導演 年紀都比我大 他們兩個都沒戴老花 這個時候我就很挫折 因為我是年輕的時候 就遠視 然後又閃光 那因為太累的時候 那個眼壓過高 看東 又拍夜星 那個燈光是昏暗的 你那個眼睛是這樣子 然後還有障的 然後一直老把油 這個時候我會覺得我老了 你知道我這一次 也是住在飯店 全身脫光 在洗澡對不對 你看飯店 有沐浴跟那個 有照片嗎 沐浴跟懸瀑 他很小 我就這樣瞇著眼睛 因為眼睛全身打濕 也不能戴老花眼 怎麼看就是看不到 因為那個字實在是太小了 而且阿強我蓋眼睛不戴頭 我這一次才嚴重 我這次在嘉儀拍戲 那曹文榮醫師在樓上泡茶給我喝 結果導演說要開始了 我就從 我說不好意思 導演要開始了 我就拿著劇本 我不是有老花眼嗎 然後那個曹醫師的手機 跟我一模一樣 我就拿了就趕快到樓下去了 後來我就跟我助理一樣 老花眼 結在你頭上 後來曹醫師馬上下 我的手機誰拿走了 我的手機誰拿走了 對 我拿了我的手機就放在那邊 因為他長得跟我一模一樣 真的不要簽作老公 菲姐 我跟你講 你別難過 好丟臉 你這是入戲 因為你那部戲的故事 是在講失智 對 老花眼就戴在頭上說 幫我整個老花眼就截在你頭上 拿錯人家手機 講到我呢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我媽媽是湖南人 重辣重鹹什麼 我要吃 北紙肉的話一定要那個醬油 要那種重口 現在完全不改 因為我有一點肉肉 怕糖尿病 然後怕水腫 所以這些東西我都改掉 那糖飲我從來不喝 我以前愛喝焦糖馬七朵 現在改成那個美式黑咖啡 因為為了健康嘛 有一句話叫做 當你懂得咖啡的美味 代表你老了 真的 年輕人年輕的時候不喝咖啡 你年輕的時候喝咖啡嗎 我年輕的時候完全不喝咖啡 咖啡什麼東西 誰鬼才喝吧 黑咖啡 要喝就喝咖啡牛奶拿鐵 那是我二十歲的時候 完全不喝咖啡 三十歲的時候呢 有一天突然覺得說 咖啡跟牛奶加在一起 好好喝喔 拿鐵 然後四十歲以後 你會覺得說 我幹嘛要喝奶 奶在咖啡的世界裡面 根本就是多餘的 我要就是喝黑咖啡 我大概五十歲的時候 會直接打進去 咖啡直接打進血管裡面 就是最省事的樣子 像我現在就覺得 健康是放的 因為你有再多的財富 其實如果你不健康不快樂 都是等於零 像我到KTV 你知道我會唱什麼歌嗎 好難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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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猜 不敢猜的歌吧 那個誰 我是伯哥嘛 那個女人花 親密愛人 對 這真的有年紀了 好 那再加上因為我平常 因為我現在代謝不是很好 我有甲狀腺低下 所以就會要運動 運動 對 運動像你看 我家裡有這個滑步機 還有一個搖擺機 你知道嗎 好多運動器材喔 對 很多器材 因為我先生說 你就吃完飯以後 你不要跑 你就在上面慢慢走 走二十分鐘還叫我 你都有用嗎 打勾勾 好讚耶 剛開始因為我跟我老公 打勾勾了 打勾勾 要用 他說中午你吃完飯 不要坐在那邊看追劇 你起來就這樣 一面追劇 一面看 就慢慢走 我走二十分鐘 然後晚上也是二十分鐘 的確這個肚子會 然後會發熱 因為你代謝就會變爆 那搖擺機我覺得挺好 因為我不用動 他就幫我搖 開始注重養生 這也是一種老的重視 對啊 才知道健康的重點 因為不是啊 我如果現在不重視 現在我老了 因為我小孩很可憐 要照顧我 他什麼都不能做